美股波和华尔街专利 大家好,我是美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最近市场的主旋律就是大跌歇会儿 再大跌再歇会儿 很多入市不久的看官可能都没见过这架势 恐慌情绪也不断蔓延 其实别说新手投资者了 老股民遇到这种行情也难免手忙脚乱 美头军自己在本次回调中 即便做了各种准备 也还是栽了跟头 之前我做过一期视频 讲牛市中投资者最容易陷入的误区 反响还不错 今天借着最近的这波回调 趁着经验教训还热乎 我打算再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亲身经历过的 在股市回调中的投资者最容易陷入的误区 同时我也会配上我自己的血泪教训 和每一种误区的回调应对方法 也是和视频前的你们一次共勉 视频开始前 位于新加坡的看官注意了 富途牛牛最近进军新加坡市场 在新加坡的看官 完成开户并首次入金2700新币以上 即可以获得多重福利 包括免佣三个月 每股level2行情无限期免费 和赠送一股苹果股票 由于赠送的数量有限 在新加坡有开户需求的看官 可要抓紧时间了 开户链接 我已放在下方置顶评论和视频简介中 好 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 在我看来 股市回调中 投资者最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时 他们经常会根据股价做投资决定 最近纳指出现了大幅回调 很多看官都坐不住了 美图军也收到不少观众的留言 有人说 我手中的很多股票都浮亏了超过10% 我该不该卖 还有人说 我不小心买在了高点 现在股市回调 要不要补仓探评成本 这些都是典型的 根据股价做投资决策的心态 根据股价做投资决策 是最常见的投资误区 牛市中你这么做 可能不会有什么太糟糕的结果 然而回调中你这么做 代价是极高的 而且越是在大跌中 面临亏损的情况下 人们越容易会根据股价做投资决定 那些每天跳动的小红字 就好像在跟你说 怎么样 让你昨天不卖 傻眼了吧 而这样的根据股价 做投资决定的心理 又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你的心态 让你很容易做出不理智的投资决定 在行为金融学中 根据股价做投资决定的行为 可以用锚定效应来解释 锚定效应说的是 人们在做投资决定时 经常会被过去的信息所干扰 这个过去的信息被称为锚点 我们经常会不自觉地根据这个锚点 来做投资决策 比如说你的买入价格 或是历史高点 你想想 你自己是否会根据自己 亏损了多少钱 来决定买入还是买出 你是否会因为股价 已经到了历史高点 而犹豫要不要投资 这些都是典型的 被锚定效应所干扰 根据股价做投资决定的误区 一只股票是否值得投资 看的是市场上的新信息 对于股价的影响 而不是诸如买入价格和历史高点 这样的过去的价格 你在投资时应该考虑的是 现在这只股票 还能不能给我的未来带来收益 而不是过去已经亏损了多少 为了系统性的解决 在股市回调时 根据股价做投资决策的毛病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 去探寻股票下跌的原因 这个原因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实质性的下跌和恐慌性的下跌 不同类型的下跌 也有不同的应对策略 那么如何判断下跌是什么类型呢 美特君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你可以去看 此次下跌的原因 对于上市公司未来现金流的影响 如果有影响 那就是实质性的下跌 如果没有影响 那就是恐慌性的抛售 比如像瑞幸咖啡的财务造假 或者阿里巴巴的蚂蚁金服被砍 这些都是属于会影响 未来现金流的实质性下跌因素 再比如 此次的长期利率上涨 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到公司现金流 但是会通过影响现金流的折现率 造成公司估值的下降 这也属于实质性的下跌 另一类 非实质性的下跌 也就是超卖 一般是由于市场情绪所致 不会影响到公司未来的现金流 比如特斯拉总裁马斯克 去年5月4日在推特上说 自己公司特斯拉的股价太贵了 此举导致特斯拉的股价当天暴跌10% 这就是典型的 不影响公司未来现金流的下跌因素 因此特斯拉的股价也在那之后很快回归 而这种下跌 往往是绝佳的买入机会 想学习如何巧用现金流 来抓住投资机会的看官 欢迎订阅我的会员频道 其实如果你们不想自己判断 也没有关系 作为一名负责任的财经博主 未来的每一次股市下跌 我也会尽我所能的给大家做出及时的分析 那么确定了股市回调的原因后 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在大方向上 你需要有意识的 去摒弃所有上文提到的那些投资中的锚点 单从这只股票 未来能否给你带来收益的角度 来做投资决定 第二 如果是第一类实质性下跌 那么股价不会因为你的亏损而上涨 反而公司未来的股值会有质的下降 你也不能期待他们的股价会很快回归 这时如果你持有股票 往往就需要做出一些投资操作了 比如像此次纳指的回调 是由于长期利率的上涨 这就是属于实质性的下跌 因为长期利率短期内很难回归 甚至还有很大可能继续上涨 这时适当的做出一些资产配置的转移 就是比较明智的投资操作 如果你是持有子弹观望的状态 那最好不要在这样的下跌中草率的抄底 因为市场也许会短期内有所反弹 但想要回归高点 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那些实质性下跌的因素的 第三 如果是第二类恐慌性下跌 那么这时最需要避免的就是恐慌性抛售 尤其对于那些你打算长期持有的股票来说 如果是持有子弹观望的状态 这样的恐慌性下跌 往往是很好的买入机会 我自己最喜欢的做法就是 买出该股票的看跌期权 因为此时市场波动率增加 期权的价格也会比较贵 这种操作不仅能够吃到股票短期内回归的福利 同时还能赚到投资者过度恐慌的钱 当然有时股市下跌 不会是单纯的一种因素 经常会同时融合实质性下跌的因素 和恐慌性下跌的因素 这时就需要投资者的一些主观的判断了 但是以上的这三种方法同样适用 也能很好的解决股市回调中 根据股价做投资决策的问题 第二个 在回调中投资者最容易陷入的误区是 关于应对风险 人们总是习惯性的选择等待 股票投资中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拥抱风险时 我们往往显得大意凛然 当机立断 而面临控制风险时 我们却犹豫不决 习惯性的选择等待 比如在股市回调时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 一些人不顾一切的抄底 越跌越超 然而你要是让他们在下跌中 隔着科技股 转移资金去传统股票 来分散风险 他们往往会犹豫不决 同样的事情 也发生在股市持续上涨时 他们会更愿意接受 脱光自己暴露风险 比如全仓一只大牛骨 或者单腿买看涨期权 却对资产分散化 或者对冲的保护 这样的控制风险的方式 选择等待 这种心态其实也印证了 行为金融学中的一个经典的概念 那就是Loss Aversion 损失区币偏差 他讲的是 人们在面临亏损时 所承受的痛苦感 往往比赚钱时 所获得的喜悦感要高得多 这使得我们往往在意识到错误 或者明明知道正确的选择时 也会因为无法承受损失 而做出错误的投资决定 就比如 在此次回调前 很多投资者 可能是羡慕别人 在暴涨科技股上的高收益 也可能是舍不得 自己已经积累的浮盈 在明知高成长科技股的估值 已经达到高点时 依旧选择持续增加 科技股的持仓 生怕自己少赚了 牛市中的最后一分钱 事实上 在过去这段时间 梅头军已经三番五次的 给大家打预防针 提醒大家 注意资产配置的转移 把一部分高成长科技股 转移至传统价值股中 我相信很多看官 当时也认同我的看法 然而多数人还是选择等待 别说你们了 我自己反思 也认为我没有及时做好 持仓的调整 这就是因为 Loss Aversion 情感偏差 损失的那部分潜在收益 让我无法大刀阔斧的 做我自己认为对的操作 在回调中 这种现象则更为明显 我也不止一次地提醒大家 要割肉一些信心不足的科技股 转移至传统价值股中 同时不要忘记 时刻给自己的正股持仓 做好对冲 如果说我之前说的话 很多人可能还不相信 此时市场趋势已经如此明显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应该能够意识到 什么才是正确的投资操作 然而很多人 还是很难承受眼前的亏损 或者盼望着随时可能到来的反弹 而选择持续等待 只是最终承受了更多不可逆的亏损 应对回调时的Loss Aversion 情感偏差所导致的持续等待 我的方法是 告诉自己 做对的操作 永远不怕晚 往往在我们选择等待时 并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操作 而是经常会想 我这么做得亏多少 或者得少赚多少 万一之后反弹了呢 其实在投资中 做出了错误的投资决定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明明已经知道做错了 却始终保有侥幸心理 长久以往 你就长成了一颗 翠绿翠绿的韭菜 但如果你能 最大限度的摒弃亏损 对你的影响 但从投资操作背后的逻辑来看 这次你可能会因为运气不好 承受一些亏损 但是长期 你一定能够收获更多的收益 第三个 投资者最容易在回调时 陷入的误区是 无法及时地 从牛市思维中调整出来 在牛市中 不管怎么操作 都很容易能赚到钱 不管你是追高还是抄底 结果可能都不会太差 很多人也因此 在牛市中摸索出了一套 所谓的投资体系 这就是牛市最可怕的地方 经常能够把韭菜忽悠成骨神 然而在回调时 这套所谓的牛市投资体系 往往就要教你做人了 在我看来 牛市中的操作和大幅回调时的操作 最大的不同 就是牛市中 你可以撒开了做动作 而回调时 你必须要给你的每一笔投资操作 留后手 而留后手 又是我认为 在投资中 从操作上到心态上 最难做到的 实话讲 美头军自己也在不断摸索的阶段 这次回调 我也在这上面栽了跟头 这个我一会儿还会跟大家讲 那么 这个投资留后手 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看来 就是要把你的每一笔投资操作 都当作是 可能的错误操作来对待 也就是说 万一你的操作做错了 你也有应对的手段 举个反例 比如很多人喜欢在下跌中 买股票抄底 越跌越超 然而一旦股市持续下跌 他们很可能会承受 巨额的损失 再比如一只股票单日跌幅巨大 一些投资者又会恐慌性的卖出 导致他们丧失股票反弹时的涨幅 这些操作都是典型的 不给自己留后手的操作 他还有个学名 叫割韭菜 既然我们不能判断 回调的幅度和时间 那是不是什么都不做 装死 是最好的应对股市大跌的方式呢 在我看来 也不见得 很多投资者容易被上述割韭菜的结果所下退 矫枉过正 其实回调中不是不能接飞刀 也不是不能抄底 也不是不能杀跌 相反 股市回调中往往会涌现出 比以往更多的投资机会 而这些机会也非常诱人 能够把握得住 当然好 把握不好 就会让你承担巨额的亏损 这种情况下 留后手就很关键了 举个例子 假设在这次回调中 你认为苹果的股价跌得太凶了 可能被低估是买入的机会 那么你就是短期看涨苹果 或者说你打算抄底苹果 这时比起单腿买call看涨 买入正股看涨会留有更多的后手 因为如果苹果股价继续下跌 call option不仅跌幅更大 还会损失时间价值 而持有正股 即便短期下跌 未来如果股价能涨回来 也能弥补损失 并且不会产生额外损失 再多想一层 这时比起买正股看涨 sell naked put看涨苹果 会留有更多的后手 因为sell put同样可以通过roll over 或者接盘正股的方式来实现 即便股价继续跌 只要涨回来也能不亏的效果 同时大跌时 sell put也能获得更多的权利金 来弥补更多的潜在的亏损 当然在sell put看涨上 还能加更多的后手 比如卖deep out of the money put 来预防继续下跌 或者sell put同时 在sell call来对冲下跌风险 由于这些期权策略 截止起来比较复杂 为了照顾大部分观众 这里就不细讲了 但是思路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就是如果你想在大跌中揭飞刀 或者想要抄底 那你就一定得有应对 它是错误的投资操作的手段 不然你会将自己暴露在 不可逆的风险之中 举个我自己的反例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看官都了解 我一直认为 此次回调虽然幅度大 但是持续的时间不会太久 因此我在市场连跌两周后 买出了很多10%的 out of the money put 感觉很稳 就是继续下跌 我也还有10%的余地 最糟糕的情况 就是跌穿行全价 我也不介意用这样的价格 来买入正股 或者继续roll over 结果这波操作拉得太满 不了市场连跌两周后 继续暴跌 导致一部分的put option 跌穿行全价 吃掉了我过多的margin 没有了继续操作的余地 如果说上面提的 用期权留后手的方式 太过复杂 其实还有一种 更简单实用的 留后手的方式 那就是分散化风险 在牛市中 我们的持仓 会不可避免的 倾向于涨势更好的股票 然而在回调时 分散化风险 则非常必要 这时我会卖出一些 我信心不足 且波动巨大的股票 然后将资金 转移至风险更低 更稳定的传统行业中 尤其是在这次 资产配置转移的 大趋势下 这种方式更加有效 虽然这可能会使 我在股市反弹时 少吃些涨幅 但却也能让我在 潜在的继续下跌中 更安稳地睡个好觉 今天这期视频 又是我的一次 任性表达 希望这些 我个人的投资感悟 能够对各位看官 有所帮助 如果你也想帮助一下 美头军 请别吝惜你的点赞 没有订阅的看官 抓紧点击 下方订阅按钮 要是还有余闲 就帮我点点 视频下方的广告吧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 美头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